嗨,大家好,我是Rose,石金霞 今天呢我们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就是聊聊这个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这件事 有好多人呢,就是他们问,他们很费解啊 就是说,你们的上帝,对,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 你们的上帝,他们认为上帝不是他们的,只是我们的 只是我们基督徒的 不过我真的告诉你,你不认识上帝,上帝也是你的上帝 哎呀,他们说,你们的上帝怎么这么小气啊 不就是亚当和夏娃呢,这个吃了个果子嘛,是吧 吃了个果子,然后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 然后就让亚当承受,这个要从地里辛苦,汗流浃背 是吧,从这个土里刨石才能养活 是吧,然后要让夏娃承担这个生儿育女的这种痛苦 是吧,哎,然后还要让这个蛇从此只能用肚腹行走 要吃土,然后还要和这个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 还要让亚当和夏娃这个夫妻二人,那就是要彼此恋慕 是吧,然后呢,互相争斗 这个上帝你不就一个果子吗 至于吗你,是吧 你们还说你们基督徒,还说你们的上帝 什么恩啊,什么爱啊,什么之类的 哎,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要讲一讲 就是这么说的人啊 你看,他好像很了解圣经,是不是 他真的读过圣经,所以这故事啊,他都知道 对不对,但是他并没有读懂圣经 所以就是说,你看过圣经 和你读过圣经,和你理解了圣经,和你懂了圣经 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你说这个圣经啊,就这本圣经啊 就是每一个字你都认识 里边真的没有什么疑难杂志啊 然后呢,每一句话你都能读通顺 每一个故事你都记得,是吧 那些主要的人物,你很多人都说 你别跟我说圣经,你别跟我说 我比你读的不在少数,是吧 我比你读的可能时间都长 我比你读的这个可能呢 这个领悟都深 别吹牛 我一听你张口评价你们的上帝 我一听你张口说多大点事啊 是吧,我就知道了 你压根就没有理解圣经 不服是吧 不服来变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为什么说你没有读懂圣经呢 这个读懂圣经它真的是需要能力的 需要基本的阅读理解能力啊 然后需要 基本的阅读理解能力 就是让你把字词句啊 过去,是吧 像我们那些啊 就你们的上帝 你们的上帝多大点事的 就是基本的阅读能力是有的 但是呢 就是思考能力 思考力 然后呢 还有鉴赏力 文本的分析能力 很多人就不具备了 不服 不服你别走开啊 来来来来 你听我说啊 你看看 我们看一下啊 看看 当初呢 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啊 我们结合经文来说啊 在当初 这个 耶和华呢 把这个人呢 安置在这个伊甸园 让他干什么 让他修理 看守 也说这个伊甸园 他是不是归了这个人了 不是 伊甸园还是神的 这个人的相当于是神的管家 是来负责修理和看守 该解枝了解枝 是吧 那么然后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大家注意听啊 园中各种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啊 神的恩典是很大的 就这个伊甸园里边 所有的树上的各种各样的果子 你都可以吃 你随意吃 你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啊 那么 但是 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不可吃 你吃的时候啊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大家要注意这棵树是什么树 是分别善恶的树 那分别善恶的树上结的果子就是什么果子 就是分别善恶的果子 什么叫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和你比较一下啊 如果要说你吃的时候立即死 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这两种表达有什么不同 就是说你看啊 你只看字面的意思是不够的 你一定呢 要有这种思考 思考能力 然后呢 你要有文本分析的意识 要有文本分析的能力 也就是说 那棵树叫分别善恶树 树上结的果子呢 也就是分别善恶果 啊 你吃了这个果子的日子 的日子 必定死 不等于你吃的那一刻就立即死 对吧 好 然后我们再看 我们看当蛇来诱惑啊 这个呃 女人的时候 你看蛇怎么说的 创世纪第三章啊 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 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你看啊 蛇很狡猾啊 他先是故意设了一个不存在的问题 啊 我们看啊 神根本没有说 啊这个不许人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啊 他故意 他故意这样 就试了一个圈套 然后女人就对说 神说 园中树上的果子 我们可以吃 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 神曾说 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啊那你看 女人在给神转树的时候 啊也就是说神啊 在给在神的诫命 其实女人是知道的 大家要注意啊 这就是女人转树的时候 就是说神的诫命 女人是知道的 神告诉他什么可以吃 什么不可以吃 吃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 这个结果 是吧 他很清楚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圣经的这种技术啊 技术就是通过蛇和女人的对话 就告诉我们 他知道这个诫命 他也知道神 神怎么说的 神说了什么 神告诉他后果是什么 他很清楚 他不是无知犯下的 啊 然后 你看蛇说 蛇对女人说 你们 不一定死 你看注意啊 这个蛇有没有说 你们不会死 蛇没有 蛇说 你们不一定死 蛇多狡猾啊 蛇没有说 你们不会死 因为如果蛇要说 你们不会死 蛇就是在撒谎 是不是 蛇呢 真正狡猾的是什么呢 他不会撒一个 让你马上都能推翻他的谎 啊 因为上帝 因为神说了 是吧 你们吃的日子 必定死 啊 所以说 这个蛇呢 就对应着神这句话 就说 你们不一定死 那么这不一定死里面 就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什么 可能会死 也许不是现在死 但是将来可能会死 对吧 所以说呢 你看啊 我们要在面对这种啊 这个 这个 撒旦的诱惑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些啊 就是撒旦是很狡猾的 他在诱惑你的时候 他会呢 就是抓住这个漏洞 他会抓住你的心里边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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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空缺 给你往里边灌毒汁啊 灌冷风 然后呢 你看 蛇接着说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所以你看 现在蛇就在干嘛 蛇就在挑拨 女人心里边的骄傲 挑拨女人心里边的那种 想和神去一笔高低 想摆脱神 所定下的规矩 想摆脱神 跟他们所立下的 这个契约的 那种狂妄的野心 就是 神为什么不让你们吃啊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了你们的眼睛 就明亮了 然后你们就 如神 能知道善恶 就激发起了女人的这种狂想 我如果吃了这个 我就自己可以知道善恶 我就可以像神一样知道善恶 什么是对我好 什么是对我不好 包括圆中的各种果子 我以前吃的话 我可能是我摘下这个果子来 我也不知道它是怎样的 有可能尝了一口不好吃 但是如果我吃了这个 知善恶的果子之后呢 我眼睛就明亮了 那我自己就可以判断 哪些果子是好的 哪些果子是不好的 是吧 我就不用呢 再去依靠神了 我就可以靠我自己了 于是你看 女人听了这话之后 见那棵树的果子 好做食物 也越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你看 当他听了神这一席话之后 他顿时在他眼里 这个诱惑呀 那个果子就闪闪发光了 那个果子 他就越看 这个善恶果越好看 他就想象 他一定很香甜 他一定很好吃 他就渴望 如果我能够拥有 自己去辨别善恶的能力 我像神一样 那么大而可畏 是吧 我像神一样 那么聪明智慧 能够掌管一切 那该多么好啊 是吧 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 神要禁止我们呢 是吧 他就只想着这个东西太好了 我应该得到他 他就忘掉了神的诫命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他就相信了 蛇的诱惑 就是什么 你吃了它 不一定死 而且你会像神一样 知道善恶 你就可以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了 你就可以自己决定了 你就可以摆脱掉那个 给你设定各种条条框框的神了 所以女人吃了 然后男人也吃了 然后呢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然后就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了 然后一系列的就来了 好 现在我想你已经明白 为什么说亚当和夏娃偷吃静果是一桩重罪了吧 对吧 这是最大的罪啊 什么罪啊 就是不敬畏神呢 就是作为一个受造物 对造物主缺乏最基本的敬畏 就是一个 明明你自己是一个有限的人 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 而总是妄想 妄想什么 妄想取神而代之 然后想让自己成为神 难道这不是最大的罪 难道还有什么是最大的罪 然后就想自己来在天地之间成为什么 成为主宰 我来离定标准 我来确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这可是很可怕的呀 大家想一想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各种乱象 是不是都是由此而生的 那些左风进步人士甚至要自己来决定 我要自己决定 我是男还是女 我还是不男不女 所谓跨性别 不就是你可以说是既男既女 你也可以说是不男不女 你也可以说是非男非女 就举这一个例子 这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吗 什么例子 我天生的 上帝在把我创造出来的时候 我的基因 我的基因 我的DNA就已经写定了 我是男的还是女的 对不对 可是我现在 我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 我要自己来决定 我是男的还是女的 你把我生成了是男的 我不喜欢男的 我不要这个性别 我要变成女的 我要自己来定 而且我还要创造出一个理论来 这是什么呢 我的性取向 我的性认同是天生的 放屁 你的性别特点 是天生的 你的什么性取向 你的什么性意识 那不是天生的 那是你自己 从你的祖先 从人类的元祖 亚当夏娃那里 继承出来的 那种总是想取神而代之 自己离定天地之间万物 自己离定善恶是非的标准的 那种狂妄骄傲 无知愚蠢自大 人类啊 一切的罪孽 什么嫉妒啊 什么贪婪啊 什么好色呀 淫乱啊 杀戮啊 种种这些 都是由 吃智慧果 意图要像神一样 自己去明辨善恶 自己去离定世间 万物的标准 自己成为 这个世界的主宰 而起的 你现在还认为 他们当初偷吃晋果 是一件 小小不言的事情吗 好 我就讲这么多啊 你是不是觉得 哎呀 圣经原来这么深奥啊 是吧 哎呀 我原来之前只是看故事了 是吧 甚至当神话传说 是吧 原来没看懂 是吧 对呀 毕竟我是当了三十年语文老师 神对我进行了千锤百炼 我真的很感恩 我就是从去年九月十三号开始读经 然后呢 再从这个今年三月份啊 开始呢 就是做时评啊 然后呢 这个探讨一些啊 这个常识性的这个普及启蒙 同时呢 传福音 那么现在呢 我的这个油管的粉丝呢 已经呢 就是两千七百多了啊 有望呢 达到三千了 我想应该七月份呢 能够突破三千啊 突破了三千我就再开一个直播啊 大家加油啊 加油推荐啊 那么 这几个月 真是我非常的感恩 非常的喜乐啊 就我知道的 有好几个 我知道的啊 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没告诉我 我就不知道啊 我现在给大家说都是我知道的 有好几个年轻人 他们原来受到啊 这个这个左锋进步的 这个观念思潮的这个影响啊 然后他们啊 说自己是同性恋啊 说自己是跨性别啊 甚至说自己是无性恋啊 等等啊 然后结果他们跟我啊 这个读经啊 听我讲时评啊 等等几个月下来 哎 他们突然发现 我不是同性恋了 这有男 有男 有男生 有女生啊 年轻人啊 好多都是大学生 也有参加工作的 真的非常感恩啊 然后他们从那种啊 迷雾中醒过来 醒过来之后才发现 自己之前被洗脑了 上当受骗了 那么然后呢 这个 还有很多家庭 哎呀 有的是在海外的啊 有的是在国内的啊 然后他们全家人啊 这个三代人啊 祖辈父辈啊 孙辈啊 然后一起来跟我读圣经啊 然后听时评啊 然后现在很多家庭 他们开始啊 平常在家里啊 就是要说 哎呀 我们要吃马拿了 是吧 啊 然后还有呢 就是啊 开始呢 就是每天除了听我 这个啊 我们一起读圣经 自己也读圣经 然后还还会复习啊 前面要去从创世纪开始复习了 然后还有的人就是什么呢 就是去教会了 开始去教会啊 说我每周位要去教会啊 然后参加一下礼拜啊 然后还有呢 有几个人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受洗了 比如说今天啊 就有一个这个 在弗吉尼亚啊 读博士的 你不要以为 都是没有文化的 其实我的油管节目是 这个 是这个 格局啊 格调比较高的 所以我的观众啊 真的 我的观众都是呢 这个 精英啊 是吧 这个精英不是说 不是说我们都有钱 是吧 而是说我们 生 我们是 社会是个泥坑 我们都生活在高地上 是吧 那么就是啊 所以呢 就是在弗吉尼亚 在读博士的啊 一个女孩子 一个姊妹 她今天受洗 啊 她前几天加我微信啊 然后就说 呃 这个她每天都在听我 这个讲这个圣经啊 然后还有我的时评 然后她说每天都特别感恩 特别喜乐 当我说这是一个被神恩待的日子的时候 然后她说 石老师啊 就前两天 那她告诉我 她说石老师呢 我那个周日我要受洗了啊 就是我的受洗呢 与我看你的节目是分不开的 哎呀 我说归荣耀于神啊 感谢上帝 然后她还邀请我今天在线上啊 去见证她的这个受洗的仪式 所以呢 我现在给大家分享这个 完了之后 我马上就要去线上 见证她的受洗仪式了啊 一人啊 这个受洗归主啊 那个众天使都欢呼啊 前一段时间 我们也有一个姊妹啊 也是一直呢 就在听我的节目的 然后呢 呃 这个姊妹是在张家 在不是 在芝加哥的啊 然后她也是前段时间也是受洗了 我还曾经发过 就是我在讲我自己的信仰之路的时候 那个封面啊 就是 那个芝加哥的姊妹 她受洗的时候 她受洗完了之后 出来一看 看到了双彩虹 哎呀 我们知道彩虹是神 和挪亚 和人所立的约呀 真的是天使的欢呼啊 神为他啊 这个啊 画出了一道彩虹啊 啊 非常感恩 非常喜乐啊 好 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啊 如果你听了我这一讲之后 你对圣经感兴趣了 是吧 那么点播放列表 找到创世纪 然后从创世纪开始听 好吗 嗯 欢迎大家点赞 评论 转发 把我的节目推荐给更多 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 每日亲近神 寻找就寻见 靠门就开门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